大家好,欢迎来到回生活种菜 之前视频和大家聊了堆肥和除虫的话题 发现呢,很多朋友都很关心蚯蚓 总是担心,比如堆肥发热或者生食灰除虫 蚯蚓会不会受伤之类的 每次发视频,必有朋友心疼蚯蚓 也有很多朋友自己养蚯蚓,收集蚯蚓粪 当然了,蚯蚓对种菜的人来说的确是个宝贝 可以为土壤补充各种营养 这些就不具体说了 那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你可能不知道的关于蚯蚓的秘密 第一,蚯蚓智商高 全世界大概有几千多种蚯蚓 蚯蚓和人类一样 喜欢有食物、氧气、水分和温和的温度环境 一旦有任何一个因素没有达到 不用担心,它就会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为了不会被烤干 它就会挖洞钻到地下,据说可以深达两米的阴凉处躲一躲 据说根据品种的不同,蚯蚓可以生活二到十年 它们的繁殖速度也是惊人的 在合适的条件下,每两到三个月,数量就可以翻一倍 如果外边下雪冬天到了,人家就会钻到地下冬眠了 不吃不喝就和熊一样,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出来 蚯蚓碱是一个叫可控的东西 一个可控里面有很多个蛋,会孵出来不止一条的小蚯蚓 蚯蚓碱可以忍耐的温度范围和土壤的酸碱性都比较大 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下勉强活下来 所以即使蚯蚓遭遇了不测,那它的下一代蚯蚓碱也可以顺利地生存下去 蚯蚓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5到25摄氏度 低于0度或者超过35度都难以存活 在温度低于4度,在0到4度之间的时候 蚯蚓就会行动缓慢,不想工作,不想进食 低于0度或者高于35度,蚯蚓呢就会跑到地下深处藏起来了 第二呢是饮食 蚯蚓可以每天吃掉自己体重一半的食物 除了厨鱼之外,它们还可以吃掉腐烂的菜根,树叶,动物粪便,线虫,细菌,真菌和土 还有土里非常细碎的小石头,拌着土就一起吃了 就和鸡一样,是为了帮助厨鱼更好的消化 当然了,蚯蚓是鸡最好的零食 另外,柑橘类的水果皮含有柠檬锡,会对蚯蚓有毒 所以最好不能一次放太多 比如柠檬的皮,橘子皮,这样酸的东西 少量放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还有就是不要喂肉类,奶类 因为肉类奶类会发臭,也会招来其他的害虫 第三,蚯蚓的活动范围,大概分成三类 有一类蚯蚓喜欢住在土壤的内部 有一类喜欢住在土里,但是会出来找吃的 还有一类呢,就是大家在家里养的那种红蚯蚓 是住在土壤表面的,喜欢土壤表面的有机质 所以家养的红蚯蚓不适合放生 这种蚯蚓是专门用来制作蚯蚓堆肥的 繁殖速度快,对环境的容忍度高,方便游寄 所以红蚯蚓和我们地里发现的蚯蚓是不一样的品种 它不会像地里的野生蚯蚓那样会挖比较深的洞 所以对于疏松土壤的效果不佳 但是还是可以收集蚯蚓份的 第四,入侵蚯蚓 据说19世纪欧洲人把蚯蚓带到了原本没有蚯蚓的北美北部 通过各种途径,比如钓鱼啊,粘鞋底儿,车轮子底下拉之类的 扩散到了更广阔的地区 但是人们发现蚯蚓对于森林来说不一定是个好事 最近几十年,人们发现森林的面积减少了 可能和蚯蚓的入侵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说早先的蚯蚓入侵北美,结果不那么差的话 但最近有一种入侵蚯蚓就特别引人关注了 那就是Jumpingworm,会跳的蚯蚓 这种蚯蚓身上的环是白色的,非常的好辨认 之所以叫做入侵蚯蚓 因为它很少天敌,繁殖又超快 蚯蚓太多了,反而会造成土壤的多孔结构 含水量下降,养分流失,不利于植物的生长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上网搜索一下 这种会扭动身体,行动飞快的蚯蚓 看看你有没有发现过 如果发现,最好还是处理掉 今天就和大家闲聊了一下蚯蚓 感谢您的收看,希望您种菜大丰收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